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老牧 本讲的公职思维训练主题是学徒心态 这个学徒心态啊,其实经常在我们的面试当中要体现 如果你的角色,就是考试时候题目给你的角色是刚入职的新人 而且这个题目呢,多是人际关系类的题目 那么在这道面试的题目里,就一定要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就是学徒心态 这其实啊,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一个内功心法 同时之间有矛盾,或者是对于工作不平衡 还有就是,各领导之间的相处,被领导批评等等吧 如果你能把握好这个心态,从学徒心态这个出发点 去看问题,去思考一些自己的自身的一些矛盾 那么就很容易把题杆当中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走出校园,出入职场 肯定有不少年轻人满怀期待 想在这个新的平台和环境里大显身手,证明自己 这是人之常情 但这种期待很可能啊,就要暂时落空了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很多时候是异乡情愿 眼高手低是常见的通病 这就是传说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对吧,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 这种落差其实每个人都有 如果正常的话,应该用脚踏实地的去消弥 这样的落差 慢慢的,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我就会担当的越来越多 我的能力会越来越强 但是不少人呢,一旦这个理想和现实脱节了 就心里失衡了 有的抱怨上司,不识才,埋没人才 有这种的是吧 叫怀才不遇 这其实啊,就是把自己想得太美了 还有一种也很危险 就是自我怀疑失去信心了 躺平了,摆烂了 这两种心态都不可取 年轻人,初入职场 首先要借交借造 多涵养学徒心态 咱们人类社会发展中啊 学徒是一个挺常见的群体 尤其在手工业发达的这个传统社会 在代际传递的过程当中 一些技术和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 有句俗话说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那么最成功的修行者 就应该是沉下心来学习 甘于从小事,锁事做起 常向师父虚心求教 心无旁骛的钻掩记忆 然后最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怕的就是这山看着那山高 小事锁事不愿意干 大事难事你还干不了 那这种学徒师父一般就会说 心性不好难成大气 比如说咱们熟悉的相声 对吧 那不就是师父带徒弟吗 你看哪个徒弟上来的时候就能和师父一样 并肩站在舞台上 享受着和师父一样 观众们的掌声和荣耀 不都是 从一段一段开始学 从一句一句开始讲 那现代社会呢 这种记忆传承的师徒少见了 除了一些咱们娱乐和曲艺行业 但是学徒心态并不过时 涵养学徒心态 就是年轻人修炼功夫 磨砺新兴的过程 成才者的共同点 就是抓住机遇 虚心好学 从一件件看似不起眼 微不足道的小事做起 肯吃苦 还按钻研 最终 就要破茧成蝶 是吧 干出了一番事业 人在事上练 石在刀上磨 年轻人想要在一个领域有所建树 干出成绩 就得需要多涵养这个学徒心态 要下一番绣花功夫 落小落实 练就高强本领 同时呢 在不断传承的基础上 探索创新 最终咱们要超越师傅 超越自我 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就是学徒心态 他的这种传承 他的内涵 和我们如何去理解 去体会 并实践它 我们要真正的涵养这种心态 才能在面试考场上 遇到面试题的时候 不自觉的 就切入到学徒的视角 那种虚怀若骨 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 言辞和谦卑的这样的一种神情 自然能够得到考官的认可 我们看两道题啊 先看第一题 你是机关单位的新人 领导让你和老刘 共同负责一项工作 你很辛苦 但看到老刘却很闲 你觉得是老刘把工作都推给你了 但最后领导只肯定老刘的功劳 并且还因为这项工作受到表彰 对此你怎么处理 如果是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从学校刚出来到职场 一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非常生气 内心的躁动啊 或者是这种不愤啊 都已经难以言表了 甚至有些男同学都想有动手的心了 对吧 还是那句话刚才讲的啊 年轻人出入职场啊 要借教借造 要沉下心来学习 要干一串小事做起 对吧 你觉得你很辛苦 你觉得你看到了老刘很闲 你觉得是老刘把工作都推给你了 然后你觉得很不平衡 为什么不表扬我 不认可我啊 最后表彰的还是老刘 他啥也没干呢 我累的要死 对吧 所以啊 我们如果能够理解 刚才我们讲的学徒心态 真正的从这个视角去出发 来看这个问题 你看你会怎么想 你就能跳出 角色当中的 陷入矛盾的那种狭隘 甚至开启了一个 咱们这种观众的视角啊 非常客观的 非常真切的能看这个问题 这道题你要解决什么矛盾 我们先想这个问题 是要处理你和老刘的关系吗 是要刷存在感给领导吗 让领导认可啊 最后你得认可我啊 我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老刘是爱没干 领导我 我这个心理不好受啊 不平衡 我委屈啊 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不是啊 你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 这道题你怎么打都是低分 问题的核心是 你怎么能更好的去干今后的工作 不是要叫这个真儿 不是要抢这个功 不是要非得领导认可我自己 这件事应该对我有所启发和触动 让我能有更好的状态 心态和能力 去更好完成今后的工作 领导之所以这么安排 其实就是以老代新 让老刘帮你尽快成长 你想想为什么老刘受到了表彰 人家做了两份工作呀 一份是你们一起做的 明面上的工作 另一份是栽培你的隐形的工作 所以首先我们应该平复情绪 摆正心态 正确看待与老刘合作的工作 这是一次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你认为呀 老刘把工作推给你 那是你自己个人的主观 也是题目的陷阱 一定要马上清醒的去识破 因为如果真的工作都是你做的 最后老刘不可能会受表彰的 你要有这样清醒的认识 领导绝对不是 这个容易被蒙骗的 不识数的 不可能 领导心里有数 你很可能只是做了执行性的 琐碎的工作 收集数据 发放通知 与这些人对接等等 你是把自己感动了 以为这就是很重要的 以为你辛苦的忙碌 就是工作的全部 然后你看老刘很闲 是吧 他没功劳 这全是我干的 殊不知那些比较重要和关键的工作 需要担责任的工作 都是老刘在做 比如数据分析 比如最后写一篇报告 而这个报告和这个分析才是最主要的 而且你前期的工作 其实老刘都在把关 工作的方向都是老刘在掌控 所以你应该感谢人家 怎么还能误会人家抢功劳呢 而且啊 更高一层境界就是 你参与的工作受到表彰 那就是对你的认可 你应该感到骄傲啊 虽然没有提你 只提老刘了 但你心里啊 应该有一种这种 很坦荡 很光明 而且 非常骄傲的这个动力 就以这次表彰 给自己力量 今后的工作要更进一步 因此你的做法应该是 感谢老刘 并请教他 这次合作中 你还有哪些不足需要改进 他在工作中 有哪些好的工作经验和方法 他为什么能够受到表彰 这才是我们通过这次工作 需要给自己带来的收获 你要通过对彼此工作的总结反思 来尽快适应工作环境 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这才是一个新人该有的心态和作为 涵养学徒心态 修炼功夫 磨码心性 最后啊 对于一个出入职场的新人 要将过去的荣誉和光环清零 重新自我定位 适应新的环境 甘愿做一名 谦逊低调的学徒 松柏之志 精霜油帽 只要多在基层一线 敦敦苗 才能不断夯实根基 蓄力远航 以上就是对于这道题 咱们的一个简单的思路 来看下一道题 你觉得工作内容和自己专业特长不相关 想调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岗位去 领导说 不是学什么干什么 而是干什么学什么 你该怎么办 其实啊 人际关系题啊 是咱们解构画面试里边最简单的一种提醒 主要是情商这一块的修炼 只要认知有境界 人际关系永不偏 怕的就是人际关系 你要这个怎么说方向跑偏了 哪怕你言词再华丽 内容再丰富 用词再准确 你都是这种低分的答案 方向要正确 那么咱们回来看看这道题啊 虽然啊 这是一道面试题啊 但是却是很多啊 现在当下现实的一个写照 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专业与工作不对口啊 这已经变成社会常态了 体制内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咱们还是明确一点啊 所有的人际关系题都是假的 我不止一次强调了 都是在考察工作的价值观和情商 那这道题也不例外 工作内容和自己专业特长不相关 就会引申出来另一个问题 就是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 对吧 你如果考场上 以这个理由啊 来谈对领导这样的一种 观点的评判的话 那你就是给自己找台阶和托词 我们为什么想调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岗位去 咱们渗读时好好想想 是真的想要发挥自己特长吗 不是 是不是想待在舒适区 是不是惧怕困难和挑战 是不是贪图安逸稳定 不想有进步和成长 你如果啊 能够把这一层想明白了 那你啊 搭这道题 整个的方向才算是正确的 所以命题人很厉害啊 他看似把专业这个事摆出来啊 有这样的一个现实实践的依据 其实啊 还是挖了个小坑 他知道年轻人啊 不愿意干自己专业不对口 是因为得重新开始啊 重新学习啊 有好多困难呢 我有点懒呢 不想从他们开始再来一遍那么辛苦 对吧 所以啊 提干当中领导 这个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但我说到这呢 可能有些人不服对吧 你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不对吗 不得输业有专攻才有效率吗 哎 但咱们看看提干啊 要怎么说 命题人非常的狡猾呢 提干里有说 你所学的专业相关的岗位 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在干吗 你觉得工作内容和自己专业 这个特长不相关 你想调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岗位去 我问你 与你自己专业对口的岗位 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 他的专业不对口吗 没说吧 对吧 他可能是一个比你专业的人 所以就不要再抬杠了 要不然更尴尬 就存在一种可能啥呀 人家比你专业 你的能力不胜任你所学的专业的岗位 所以说啊 领导说 要不然你就干什么学什么吧 因为你的特长没有人更强 对吧 而且我想明白一个问题啊 在体制内或者是在一个工作岗位上 必须是在某个特定岗位才能发挥材质 不在其位就不谋其政吗 这可是面试的大忌 千万要注意啊 你完全可以将自己的专业建议和一些专业的本领 奉献给集体 哪怕不在这个岗位上 我也可以有建议 有想法 有贡献 所以啊 本题的方向和要点非常明确 第一 领导说的对 第二 要立足现在的岗位多学习 第三 要发挥我自己专业的特长帮助同事 第四 要练就本领 成为全面综合性人才 所以只要你措辞足够精彩 这个方向找准了 打高分不是问题 第一步就认可领导的观点 领导此番教训 醍醐灌顶 让我茅塞顿开 的确 作为曾经价值观尚未成熟的年轻学子 学以致用的观念 根植于心 但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与发展 集体的需要和事业的大局 往往要求我们用而为学 学与用关系的变换 也是我价值观更成熟 格局更开阔的门槛 需要深刻理解并跨越 我要谨记领导这句话 鞭策我不断进步和发展 然后第二个就是 力度现在的岗位多学习 作为年轻同志 不能安于专业特长 就畏惧困难 甚至排斥历练与成长 要涵养学徒心态 在其他的岗位上 学习新知识 练就新技能 迎接新挑战 这里边就提到了咱们本讲的主题 体现了咱们的学徒心态 我要将领导这番话 落实在具体的实际的行动上 一方面扎根专注现有的岗位工作 深入钻研其理论知识 厘清岗位的职责和服务的职能 在此基础之上 积极工作实践 主动担当作为 另一方面呢 也不忘初心 锐意进取 积极保持对原本专业的热情和敏感度 不能荒废搁置 第三层呢 就是发挥专业特长帮同志 还要密切连续 锁学专业岗位的同事们 奉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建议 更好的推进部门 乃至整个单位的发展 在现有岗位 不断打磨历练 学习积累 在本专业业务上 不断巩固 积极进取 做好权衡与融合 探索工作创新的方式 方式方法 第四个就是练就本领 成为全面综合性人才 加以时日啊 我要成为本单位 既全而广 又专而精的综合性人才 工作中 我们看似有很多选择 有管理 有技术 有科研 有行政等等 但其实我们选择的标准 只有一个 那就是 整个集体 和单位的需要 将个人的职业规划 与单位发展的前景 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为之奋斗 不论是什么岗位 不论专业是否对口 都能开出最亮丽的花朵 结出最饱满的果实 哎 你要达出了这样的内容 体现出这样的境界 才算是把 学徒心态 真正的理解清楚了 这样的一种思维 非常重要 而且我相信啊 考工职的考生 绝大多数 都是工作经验上浅 或者是压根没有工作经验 我们所考取的岗位 也大多数是一些基层的岗位 你肯定是一个岗位 最基层的新人 是一个小白 那么你在面对人际关系 面对一些突发事情 或者是你要搞一场活动 做一项工作 你如果这种学徒心态 这种谦虚好学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能够得以彰显 会受到考官 会受到领导 也会受到同志们的 喜欢和认可